看一句講求天時、地利、人和 我的爛片也許是你的神作囉! Hi 大家好 我是Stella穿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規劃過青春 例如18歲前要完成的事情 如果沒有講過這件事的話 不妨來看一看這一部動漫 比宇宙更遠的地方 這是一部治癒片、勵志片 當我們不敢踏出舒適圈的同時 那就是自己正在退步 而這群高中生有著破釜沉舟的夢想 他們每個人都想去南極 看似很簡單 但實際要能夠出發 到底有多麼困難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有沒有辦法去南極 劇中有位女學生跟我很像 常常想自我挑戰出門旅遊 可是到了最後一刻 我會給自己找幾口放棄 一個人漫無無地的旅行 是我的嚮往 也是我害怕的開始 但是如果是有目的的呢? 那我一定去 然而在車站內 看著穿著同校本的女生奔跑 意外的從她包裡釣出了一百萬 隔天帶著一百萬到校準備還她 沒有想到居然聽到她那筆錢 是要去南極 為什麼她要去南極這種遙不可及的地方? 了解後 才知道她媽媽就是在南極始終的 她想去南極找媽媽 天啊我也想去南極就是這裡了 我該為自己勇敢一次 沒想到去南極前 這個計劃同時聽到她也想參與 太好了 史上第一次高中生去南極一定是她們吧 沒想到居然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新聞 因為同心 因為要拍攝工作要前往南極 也就是說這四名女高中生 各自的理由不同 但她們的目的地都是前往南極 劇中令我喜歡的片段 不僅僅是她們從無到有的初期 而是好友間互相尊重彼此 幫每個人打開心情 並不是去到了南極 所有的事情都會迎刃而解 而是身邊的朋友 與你一起奮鬥的這個過程 即使多麼遙不可及的夢想 一起參與一起挑戰 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 那我覺得值得入坑的點啊 就是畫風啊 很可愛 她是這種可愛女子漫畫 那聲優呢 是由花澤香菜手配的 她唱過的戀愛循環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吧 專業的D老師說 劇情很顯實 南極比北極嚴峻很多 所以她們的困難度真的很高 劇中科普了很多 研究需要做的事情 例如畫觀測點啊 怎麼考察 為什麼暈船會這麼嚴重 是在劇中裡面 都有詳盡的解釋劇情 我給五顆星 好看而且不拖沓 溫馨 勵志 彷彿我也跟著她們 葉齊而經歷了這趟旅程喔 這麼好看的動漫 不能只有我知道 川島的追劇片單 就到這裡結束囉 那大家趕快去看看這一部吧 先這樣了 掰掰